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东美国所有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东美国房产的所有的小胖 今天我们来哪呢 我们要隆重给大家说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第一个拍的 但绝对是前三拍的 如果想抓紧这个机会 就是买到最合适的投资房 或者是自住房 或者是自住房 还有铁门社区 还是满分学区 然后又是valencia的话 就一定要看一下金钱这期视频 对 因为之前前两年 valencia开盘的区域 目前独栋别墅只剩下 towbrother还有了 所有的独栋别墅都卖完了 在valencia另外一端 开了一个大盘出来 这个盘有很多的子盘 户型都很好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的是towbrother 它的样板机还没有建好的一个盘 但是样板机没建好 人家已经带紧第一块卖的70%了 对 带紧第一块已经卖差不多了 对 那这边跟之前我们拍的valencia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很成熟 对 就是你上来的路上就发现这个山底下 生活设施配套已经很成熟了 因为它我给大家这么解释吧 如果数捷尔弯的就是说 之前就很像大公园 你说像大公园也对了 对 我觉得那边像大公园 它有连排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但这边都是大号的single号 这个才像Otro Hills好不好 对这个像Otro Hills 然后很成熟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我还特别喜欢它的名字 它叫Torosso Highland Torosso Village 就是上了以后我就看Torosso 然后这条路也叫Torosso 大家知道Torosso什么意思吗 金银宝库国库 这个就是财宝山 对对对 那个叫Magic Mountain 对吧 这个叫Torosso High 那个叫魔术山 然后这个叫财宝山 对 那我们来财宝山 就是给大家 今天先拍一拍Toros Brothers Toros Brothers虽然大家看 后面的还没有建好 但是带景地块 都已经卖得七七八八了 对 如果大家想要 就赶快联合我们 没错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整体Toros Brothers 在这有几个 就是几个样板间 不是有几种户型吧 它这边一共 这个大社区里面分了两大块 对 一半是平层 大平层 对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 然后3000到4000尺之间的大平层 没错 四房到五房 占一半 对 然后它有三个样板间 三个户型 但是样板间只有两个 对 然后另外它有两层的占一大半 对 也是一半 对 从4000到5000尺左右的房子 对 没错 而且它平层的客厅都有12尺的条高 对 然后它卧室是10尺 是的 然后两层的也都带条高 都是我们喜欢的 是的 价格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平层的160万左右 带紧的 4700尺的房子 三千七百尺的房子 两层的 170万到180万 没错 对吧 我们现在站的就是它样板间 然后它带井的地块 我给大家拍拍后面的井 井观非常的好 因为刚刚下完雨 后面都是绿 好 我身后呢 就是今天要看的这个 两层户型 最大这个户型 5000尺的房子 然后呢 可以看到它的脸非常的宽 左右两边分别是一个两车的车库 然后往里走的是它的大门 进去之后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目前的这个户型 跟实际建好空型不太一样 对 因为它现在建嘛 所有很多东西 它是呃 就是临时弄上的 没错 那进门之后呢 看这里有一块架子 有楼梯 这之后都要拆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进门之后呢 你会是一个特别厂量 带挑高的一个大厅 没错 左右两边各有两个楼梯上楼 这是Tobrada比较标准的两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那个 就跟楼梯形状的东西的 那个东西 在左右对 在左右两边这样上楼 然后这一块呢 是整个您的一个开放空间 一个大条高 这个等于这个东西就没有的 对 然后这个顶也要拆掉 对 大条高 对 是一个20多尺的大条高 没错 而且大条高呢 它中间是一个特别大的推拉门 是的 所以整个看紧 对 如果买到带颈冰块的话就爽了 对 然后往里走呢 它的我们现在的右手边呢 是它未来的厨房的区域 这个倒台可以看到架子做的非常的大 这个倒台会非常的大 没错 那这个厨房就很大很大了 没错 对吧 没错 然后厨房还是你喜欢的 因为它带着California room在边上 有一个推拉门 直接可以看到景 对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可能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 你会怎么做 把厨房挪到California room去 不是 把餐厅挪到California room去 这么大房就不用挪了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室内室外联动嘛 吃火锅可以在外面吃 没错 那这个厨房的边上的这边框架里面的 这个区域呢 是它的pantry 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它的formal dining 这个是它的formal dining area 对 它这formal dining也真的超大的 对 去房子的另外一边 看这个房子大 我们只能一半一半看了 中间这块会拆掉 上面会有条高 在前面一边 完全是条高 而且那这一看就是壁炉 对 就这边一看就是壁炉 对对 壁炉在这 然后前面呢 是你的大门 进来之后是一个特别大的区域 然后另外一边呢 它这边呢 是有一间卧房 加一间办公室 哦 就等于一进来 它是一个办公室 没错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房 对 没错的 对吧 没错的 而且呢 这个卧房有自己的一个小的California room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楼上的主卧的pedio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升级升出来的 它可能是option 好 我们从它的这个一楼的这个flex room出来 这个非常大这个空间 出来之后呢 这是它加建的一个California room 楼上呢 应该是你的主卧 对 楼上的主卧 它是带自己的阳台的 对 然后呢 这一块呢 我们往这边走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块挑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顶了吗 对 它整个要拆掉的 没错 然后这边是厨房 顶非常的漂亮 没错 没错 这顶真的很漂亮 然后往这边呢 如果你买带井的地块呢 那这边就看到山鸾叠这样的山脊 可不是吗 因为二楼上不去 在外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二楼呢 它一边 比如说这一边全部是主卧空间 主卧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指错了 咱这边是主卧 这边是主卧 对 它的有景观的那一面呢 是主卧的卧房 没错 然后往里走的是卫生间 这边有三项窗户 那个区域呢 是你的closet 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非常的宽敞 然后这边呢 会是有一个loft 中间不是挑高吗 所以有一个环廊 然后两边 一边是三个客卧 全部是套间 另外一边是全部是主卧 对 大家看到中间这块是挑空的 对 所以呢 它没有房间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户型 那第二个户型呢 它就是看起来啊 就是尖尖的 它就有点美国runch乡村风 是不是 是 那等于这个格局 跟咱旁边拍的整个格局 是一样的吗 差不多 因为也是 一楼呢 是两个楼梯上去 中间有一个廊桥 唯一跟 第一个拍的不一样的 就是 第一个上面是个回廊 这个二户型中间是个廊桥 有的人不喜欢走 两边都是挑风的区域 会不喜欢这个户型 但是我觉得这个更现代一点 第一个要看的平层户型呢 跟我们第一个看的两层户型 外观有点相似 因为都是一个环抱式的一个外观设计 然后两边各有一个双车车库 等于它也是四车的车库是不是 对 哎呀 然后我们跟着小胖走进去看一看 因为是工地 全是泥发 这个房间进来之后呢 它挑高非常的高 12尺的挑高 就是做完之后还有 对 先看看有多高 就是有两个 有你三个这么高 没错 那这个户型呢 进来之后 左手边呢 是一个flag room 就是你把它做成会客厅 或者做成书房都可以 右手边呢 其实是你的一个客卧 在这里 这个套间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 你看它用的这个门 也是那种 Western那种好的品牌 对吧 而且做这种推拉门的感觉 就特别的好 再往里走呢 我们就来到了它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呢 首先经过的是它的家庭房 这个是它的壁炉 然后挂着电视 想象一下在这边看电视 然后呢 这边是带景面了 没错 而且它的家座房好大呀 是的 是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去我们去那边看的话 看它的厨房的时候 就这个户型呢 是可以把它的推拉门 做成完全打开的 哦就跟那个 比如说之前咱们耳湾那些 托托的 对是拐角式的这个推拉门 对 现在这个等于就是 整个拐角式的推拉门 没错 而且大家看地多大 外面的就是带景的平层 真的很漂亮 对 这块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对 然后这 导台也不小 这不小 然后这边是一个 FOMO dining 对 用餐区域 对 这个用餐区域 比那个两层的那个好 两层那个不带景 没错 这个带景 这个带景 还带一个直接去院子的门 没错 那厨房的一侧呢 是它的正餐厅 另外一侧王力馆呢 是它的一个客卧 然后这一溜就拍完了 从它客厅区域拐进来呢 这边是它的整个的主卧 主卧衣帽间和它的卫生间区域 这边是它的一个客卧区域 然后这边是一楼共用的一个半卫生间 等于它是四房这边有一个客卧 一个主卧 没错 但主卧客卧中间隔着卫生间 那我们去主卧看看 对 这个主卧进来之后呢 会有一个小玄关 这一块正式入主卧区域 然后进来之后呢 才是你的主卧 这个主卧的大小比较 算豪宅里面比较标准的 对 豪宅里比较 因为它毕竟是平层嘛 它就不可能做到两层 那个巨大巨大的那种 对 但是呢 主卧呢 他也有推案门 直接去院子里面看景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平层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外周的客户们 包括我们好多外周的客户 最近我们有外周客户 就是好多好朋友都要买的一个小区 而且都要买平层 这就特别适合他们 是的 那这个呢 跟另外一个户型最大区别呢 是它的 不是两边都有双车车库了 这个只有一边有 是一个三车车库 那它这个户型的最大区别在于什么呢 这一溜全部是主卧区域 它所有的另外三个客户 都集中在那个角落上 哦 然后先是前面有一个 然后后面两个是对着的这样的户型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个平层 如果您想要主卧客户 互不打扰的 那这个户型就可以选这 没错 没错 那好了 那这一期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拍那个 就是拍这种frame 没有建好的样板间 对 对吧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呢 等它建好了估计都抢完了 对 人家建好就抢完了 现在戴景第一块都剩的不多了 对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呢 就赶快联系我们 我们会把户型图 然后网址什么的都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也可以实地来看一看 是的 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排队 这个排队就比rentro mission 这边后简单很多 是的 对吧 我们没必要去跟别人再争 对 然后呢 后几期呢 我们会得要拍了那儿的盘了 那儿在这边呢 也是很大的弧形 那儿在这边有两个盘 对 我们先看一下吧 第一个盘呢 那也跟tobrather在一个社区 跟尔湾的奥德庄园一样 他们都是带社区铁门的 就是上面那些 对吧 没错 上面这些 然后它都是gated 都是社区铁门的 对价格呢 可能跟这个tobrather差不多 对 对 然后我们之后会给大家拍 然后后几期呢 是在他们山下 没有铁门的 但也带井 也是祖宗别墅 对 嗯 那个价格有多少 那个的话只要一百二三十 没错 没错 就买3000尺的大豪宅 对 那我们下期洛杉矶开房 会给大家拍带井的乐娜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